今天是要丟掉的水果 居然被捡来卖 这是在新北市的三重果菜市场里头 所以名副人就在市场里头的垃圾车里 捡这个丢掉的NG水果 然后洗一洗整理之后呢 再拿到哥哥经营的水果摊来贩售 而这夸张的行为从去年12月就开始了 而新北果菜运销公司也表示 已经将他列入不受欢迎的人物 禁止他再进到市场里头 这名苏西夫人当时就是来到 三重果菜市场里的蔬果残渣区 找到里头像这样的食物 把它洗一洗 继续拿到北市哥哥的水果摊 继续贩售 都会跟他讲 我们都会骂他 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啊 你这样子 我们这是卖好的不是卖坏的 你不能这样子 我们也怕我们的行李也很丰盛啊 不行 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烂掉的水果 然后那些都已经怎么有霉菌什么的 然后丢进去的时候 他就会进来看一下 他会挑出去啊 再洗一洗看怎样啊 夫人夸张行径 连附近店家想挡都挡不住 从去年12月开始 他就跑进垃圾子母车内 挑看起来比较不烂的水果 甚至连踩在脚底下的 他也不放过 而且他经手过的烂水果 范围还不止局限在三重而已 这名妇人不只会把捡来的水果 放到哥哥的水果摊 甚至会拿到北市龙山寺外 发放给街友 只是这些水果都是部分摊贩 整理好后品质比较不好的 还有一些甚至是发霉烂掉的 现在只希望国菜公司能严格处理 并让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记者陈瑞祥 陈婷入新北采访报道 好一般水果行 其实如果遇到这个卖相比较不好的水果 大多会把它装成袋 然后便宜来贩售 或是呢切开当成现些的水果来卖 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发霉 就会直接丢到厨余通里面 医生就说 因为水果如果已经发霉了 菌丝就会深入到内部 就算你都切掉了 产生的毒素也不会消失 吃下去的话 轻着拉肚子 重则是会有致癌风险的 来到水果行 员工忙着补货 一边从箱子拿出水果 一边还要仔细查看 假如有坏掉的话 它就这里 这里都会坏掉 我们就要挑起来了 确认没有问题 水果才会摆上价贩售 有些比较容易损伤的 还会特别用泡棉套住 要是发现水果撞坏了 店家通常会这样做 一般不好的 我们就打到一包 我们就卖包的 一包便宜 就打整包 就卖一包 就50块 或是便宜把它卖掉就好了 我们可以削开来的 我们就是削一般的 现胶水果 我们就是这样把它削掉 处理掉之类 卖相不好的 装成一袋便宜卖 或是直接现切 但是如果水果发霉腐败 没有办法再处理了 就直接丢出鱼桶 给志工手当肥料了 除鱼桶里 除了凤梨果皮 还有一些发霉坏掉的水果 最后下场就是丢掉 因为如果把这些腐败的水果吃下肚 可是对人体有害 比较轻微的话 可能就是像我们平常肠胃炎的症状 你可能会觉得肚子有点胀胀的 最近肚子有点不舒服 甚至有点拉肚子 那比较严重的状况的话 就是怕会产生一些 譬如说有些免疫比较不好的病人 它会产生一些霉菌的感染 医生说水果只要发霉 菌丝其实会深入到内部 就算切掉 产生的毒素也不会消失 要是肝肾功能不好的人 恐怕会因此赔上健康 记者彭光许 赖文良方品文台中苗栗综合报道